震惊南韩政坛的大新闻来看到失联几小时的首尔市长 普元醇终于被找到了 不过已经不幸身亡 现场没有他杀痕迹 警方初步判定是轻生 由于普元醇前秘书在8号晚间才向警方指控 普元醇利用职务之变对他性骚扰 并且表示还有很多的受害者 普元醇是不是因此畏罪轻生 还有在检警深入追查 而普元醇是在任期间最长的首尔市长 但不幸未能坐满第三个任期 最后以悲剧收场 小年64岁 大批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 将普元醇的遗体抬下山 最新监视器画面曝光 9号上午10点多 普元醇头戴渔夫帽 口罩 身穿深色夹克背着黑色背包 刻意低着头快步前进 9号下午普元醇女儿报警说 父亲当天早上在家中留下 类似遗言的字句后就不知去向 手机也关机 首尔仅销供投入700多名人力 全面搜索 还出动警犬跟无人机 无奈找到的是一具冰冷的遗体 普元醇疑似亲生 史上做醉酒的首尔市长 身陷性骚扰风暴 前女秘书指控普元醇性骚扰 并表示还有很多受害者 南韩政坛疑似性丑闻不止一桩 前中青南道之士安息政 也被指控性侵秘书 去年被判处有期徒刑 三年六个月 普元醇难道是选择亲生来结束纷扰 一切还有待调查 综合报导